美國加息四分之一來 美元匯價強勢持續 勢必影響香港零售和旅遊業 而且香港距離跟隨美國加息的日子不會太遠 二手樓業主開始悉驚 向來被視為樓市指標的太古城 有部分業主在美國加息後 選擇大幅劈價求售 地產代理說 建安國中層H室 叫價在美國加息後累計減了150萬 減到850萬放盤 減幅高達15% 較之前同類高層單位的成交價 再低了大約50萬 與此同時有業主派買家坐價即時封盤 那個單位是鳳山各高層側王 原先叫價要970萬 至於家湖山莊 代理就說即時有三成放盤單位業主 願意劈價出貨 其中例湖居三房低層單位 即時減價30萬去到390萬放盤 減幅超過7% 但依然有准買家因為對後市觀望 而取消了預約體樓 加息不僅影響業主叫價 同時也打亂了上車人士的部署 陸福行分行經理陳貴申說 有原本計劃以390萬 買入粉領二手單位的准買家 加息之前已經將預算減到350萬 但剛剛再將預算降到300萬 並且要求密室中層單位 幾位集團行政總裁湯文亮說 加息會加快細價樓的跌勢 交投有機會增加 對樓市是好事 但今年買樓 首期不太鬆動的置業人士就最慘了 因為要面對樓價下跌的壓力 他又說供應增加 本港經濟轉弱 明年細價樓的樓價會下跌大約20% ONTV東網電視財經新聞